作家拉菲心的一个作品 拉星一个作品叫菲德拉 他这个作品当中呢 菲德拉他违反了自己的意志 而爱上了丈夫前妻的儿子 这个故事等一下会由另外一位同学 做更详细的介绍 那我只是先提到 那在菲德拉这个当中 善与恶他并存于同一个人的内心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时期的作品 大概是以这个来举例的话 是以从人出发 那在1494年到1515年间 这21年内呢 法国军队他们数度进军意大利 他们对意大利的艺术感到十分的惊叹 所以他们也想要有相同的发展 所以法兰西的作家呢 他们向意大利学习 开始研究并且欣赏上古的文明 他们把中古时期 当作是一个很黑暗的时代 认为只有上古才是他们生命的全员 所以他们的口号是要回到上古时代 那在1547年的时候 七星施舍 七星施舍也就是16世纪的时候 一群法国诗人 他们力图要按照希腊还有拉丁文 把法语还有法国文学 从中世纪当中的风格走出来 所以呢 他们宣言要打倒旧的时代 他们提倡并且接受了希腊 还有罗马的悲剧跟喜剧 但是情形实色的戏剧成就 并不如他们的诗歌 在1552年的时候 艾迪安卓戴勒这个作者 他的克雷奥巴德这个作品的演出 使得法国才有第一本的悲剧 那么接下来我想讲的是印刷术 印刷术呢 印刷术的发展 它加快了知识传播的速度 所以也让更多推动我们后世所知道的 文艺复兴这个运动的法兰西作家 还有知识分子 他们能够看到从希腊还有罗马 保存下来的作品 然后来推动这个运动 我的报告到这边 这是我的资料来源 谢谢 诶 诶 那个 喂 不是麦克风 好 那个我是GEC105级的张检子敬22号 然后我要报告的东西是新古典主义 好 然后首先就是 新古典主义啊 就是由16世纪的意大利批评家 立下基础 然后17世纪的法国批评家建立理论 然后在这块贡献 就是法兰西学员他们致力研究新古典主义 然后他们就是推荷出的就是六项基本原则 然后我现在就是来讲解一下这六项基本原则 那第一项呢是逼真 那逼真 什么是逼真 就是说他为了就是舞台上所发生的就是舞台上所发生的事情必须与实际生活类似 那剧情中呢不可以有怪异乱神 也就是说就是说就不可以就突然有什么神出现之类的 除非是神话或者是圣经的热戏剧 然后呢像血腥暴力啊也是无法在舞台上 就是这些无法在舞台上真实呈现的东西是被禁止的 例如就是在舞台上就有人被乱刀砍死之类的这些是不合就是因为舞台上无法真实的演出来 所以他就不可以出现的 他们不同地方是他们是 我觉得就批评就是他们的批评家会比意大利就是意大利的批评家更就是更坚持 就是说法国戏剧要符合就是这些基本原则 就例如三一律的部分就是法国的批评家会比较就是叫意大利的批评家会更严谨 就是说要那个戏剧去遵守三一律的规则 就是三一律的规则有三个 就是第一个是时间地点情节要一贯 那第一个就是顾色时间就不可以超过20小时 因为因为观众们他们就是看戏时间很短 所以他们故事时间太长会被观众无法取信 然后地点的部分呢 然后是因为观众他们都身处在剧场 所以说就是如果戏剧中出现了一个以上的场景 那他们就是观众也会觉得无法接受 然后再来就是主线主线必须统一 然后就主线情节必须统一不可以有分支 不能有这个直线情节 然后这一点的话是比较注重在于 也就是他们不可以悲喜交杂 也就是说喜剧就该是喜剧 悲剧就该是悲剧 那就是同一个戏剧中不该有那个悲喜 就是同时有喜剧成分与悲剧成分融合交杂在一起 好那就是说 我刚刚讲的部分就是说 像后面就是法国 就是有说到就是法国批评 他们很注重这一点 那如果就是没有符合三一律 就是这些就是以上这六个 这六个项目的话 会被他们认为是就是不入流的戏剧作品 那所以可是后面就是到了比较后 就是后面也有一些法国批评 他认为说就是说如果就是太 就是如果我们太熟熟的 就是这些限制啊会那个 就是故事他们就是无法被 就是自由表达 所以说有些 有些这个戏剧批评 他会认为说就是 就是关于在三一律 三一律里面就是 会有人认为说只要是 24小时内能大能抵达的地方 这也是被允许的 就是说戏剧就是戏剧的场景 均匀称和谐可是他未明 他没有提到说原委及依据 可是我们先就由现存资料来解释的话 是有人说是有人说就是 武木剧这个来源是是由 Cinica剧作为起点 嗯好那再来是我要讲和疑性的部分 和疑性的部分就是说角色内在刻画要合乎常理 那就例如说我这边好我这边先讲 然后我跳到服装的部分 也就是说在戏剧中的演员 他们穿他们的衣服必须就符合他们 就是该有的阶级与阶层 那这边可能会跟逼真 因为他们因为我们刚讲过就是 法国的戏剧新古典主义者 他们认为说故事就是戏剧要符合逼真 可是因为就他们的技术层面而言 他们可能会想要考察或者是 就是因为为了求逼真 所以他们在演出就是像神话故事的时候 他们也会想要去考察 就是过去的过去的演员所穿着的服装 可是以他们那个时代的技术 或者是所挖掘出来的东西 可能还并无法就 让他们就是完美的就是做到逼真的效果 所以说像这个这个图片是 拉欣的Phaedra 第二末场景 就是在这个Phaedra 他本来他要就是他跟他的那个羊子 求爱石板 然后后面接住他是奶妈 那他们身上穿的服装就是 那个时代有画家本画出来 就是他们想要就是去考察 就考察当时的 当时时代背景的角色可能会所穿的服装 所以而去设计的 那这边像左边的 左边的是左边的男人 他们他是这个 他是Hippolytus 那他这改编至Euripides的 拉欣这个飞掉 改编至Euripides的Hippolytus 那像这个左边的这个男生 他穿着服装跟我们后面考察出来的 原本的那个Euripides的Hippolytus 他是不一样的服装 所以像这个图片就是 Euripides的Hippolytus 那你看他身上穿的服装 是一个十字 十字的一个像是拘束装 然后对 然后跟这个拉欣的飞掉 所穿着的服装是明显不同的 所以那我们只能从这边去考察说 他们的角色为了就是合一性 就是说像贵 他们可能认为说 这样一服就是贵族所穿的衣服 所以去设计的 好那再来就是戏剧目的的部分 简单讲就是说 他们就是 就是他们要 他们就是在看完 他们要 剧作家在要求就是 就是戏剧中必须要有 让大家知道是 善有善报与恶有恶报 好那我部分到这边结束 谢谢 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105集 32号周盛博 那我今天要报告内容 是关于文艺复兴时期 几个法国国王对戏剧的贡献 还有宫廷芭蕾 有会特别的提到 然后呢 我先提起 就是一开始 大概是文艺复兴初期的时候 一位国王就是法兰西士仪式 他呢 他时常征战各国 然后他在跟意大利的战争中 发现意大利文化的雄伟与厉害 所以进而想要将这些成就与辉煌 带回法国 然后想要内化法国的文化 然后呢 他鼓励学者将希腊文 拉丁文翻译成法文 然后也邀请当时意大利著名的画家 治法国 像是达文西 或是 拉斐尔里面 开朗基罗的人 然后他甚至在达文西死后 将他的蒙娜丽莎 购入至法国罗浮宫 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 蒙娜丽莎是在法国的罗浮宫 展演给大家看 而不是在意大利 就是即便达文西是意大利的 然后在那个 在法兰西斯仪式 再来就是亨利二世 然后亨利二世 他的皇后是凯撒林 然后凯撒林 他是来自于麦蒂奇家族 就是当时前面几个礼拜 同学提到的佛罗伦斯的望族 他嫁给了法王亨利二世 然后带来自身的芭蕾舞师 所以也将芭蕾舞带来法国 然后芭蕾舞呢 他是皇宫贵族的夜间活动 由专业的舞蹈老师知道 然后让皇宫贵族去 国王贵族去担任野出 他会在皇宫大厅中表演 然后观众会围在大厅的上面 居高临下观赏 这里有图 就是大概是像这样 然后他的题材呢 多曲之希腊还有罗马神话故事 结合舞蹈音乐歌唱朗诵还有亚具 亚具与动作代替说话 在芭蕾舞中广泛的使用 因为用亚具的手势来代替说话 在当时的宴会中相当受欢迎 然后当时的舞者 那我继续哦 然后当时的舞者都戴着精致的假面 然后穿着有根的鞋 还有长礼服 可是因为不像于现在的芭蕾舞 相当的华丽 或者是有许多跳或转的动作 因为当时有很多男生跳 后面会提到像是著名的路易十四 他也是相当喜欢跳舞 然后呢 他们那时候穿 因为他们的舞步比较简单 所以他们即便他们穿着厚重长裙 还有高跟鞋 也不影响他们的跳舞 然后呢 我来提一下皇后喜剧芭蕾 它是芭蕾舞史上第一部 有完整故事情节的芭蕾舞剧 然后是根据古希腊神话改编 以歌唱朗诵舞蹈杂耍的表演混合 是在法王亨利三世的王后路易斯的妹妹 马格丽特的婚礼上表演的 名为喜剧芭蕾 意为芭蕾舞还有戏剧何而为一 是在歌颂法王的威力 威力与尊严 再来我提一下热爱舞蹈的法王路易十四 是根据希腊神话改编 有提到 就是 那个奥德赛 他 打完特有义仗回去的那十年 有遇到一个女巫 然后相当喜欢她 然后把她的部下都变成 猪然后留在 那一个 那座岛 路易十四呢 他相当喜爱芭蕾舞 他成立 他相当喜爱芭蕾舞呢 然后 甚至出演将近三十场的芭蕾舞剧 他最著名的就是在夜之中中 但也太阳神阿波罗 也因此人们称他会太阳王 然后 他甚至成立了 史上第一所 芭蕾舞舞蹈学校 就是皇家舞蹈学校 现今隶属于巴黎歌剧院 然后可是 可是之后 路易十四大概在三十岁的时候 渐渐对芭蕾舞失去兴趣之后呢 呃 所以芭蕾舞就渐渐没落 可是再者 因为他前面成立了所谓的科班学校 所以也取代了贵族之间 有舞蹈老师那种业余的活动 因为毕竟职业还是比业余厉害 然后我提一下路易十四对于 呃 几个就是对于戏剧 跟戏剧相关的几个例子 他相当的他扶持拉新 就后面同学会提到 关于拉新的事 然后他也赞助莫里埃 甚至跟莫里埃好到会担任 莫里埃长子的教父 在莫里埃死后 甚至建立所谓的法国喜剧院 去张表他 然后他曾经他经常看表演 而且经常赏识演员 然后把一些 甚至最最夸张的是 把一些船只港口的 航行税或是停泊税的 税收权交给演员去管 然后也赞助许多剧团 像是后面会提到的 马雷剧团之类的 然后他曾经有在调查 呃所谓的就是 卫装成贵族身份的人 然后有调查到一名 其中一名名演员 然后也就是对他 他网开一面 就是给他更多的时间 宽限时间去找出 能够证明他是贵族的文件 好我的报告到这边 谢谢 我是巨翼105集 21号彭志号 然后我要介绍 法国文艺复兴实习的剧作家 然后我要介绍的剧作家 是高乃伊 他生于西元1606年 他出生在法国西北部的鲁昂 然后他的父亲 是当地的一名法官 他从小在耶稣会主办的学校里读书 毕业后他开始攻读法律 当了几年的律师 好因为在当时鲁昂这个地方 算是法国戏剧的中心 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 就是高乃伊开始对戏剧有了兴趣 然后开始投入创作 他在1634年受到当时首相 黎赛流的助益 加入了这个首相领导的剧作社 叫做武作家社 因为因此这样 他就可以开始出入巴黎的一些上流社会 开始受到瞩目 然后在1636年 他创作的西德在巴黎公演 获得成功 在当时大受欢迎 然后我现在要讲西德这部作品 西德这部作品取材自西班牙的一位民族英雄 故事内容在讲一名骑士 他叫做罗德里格 他有一个女朋友叫施梅娜 他们两个爸爸都是朝廷的大臣 但罗德里格的爸爸 刚被就是国王选为太子的师父 施梅娜他爸就很不爽 他就觉得 我对国家富翠很多 凭什么事你被选上 他就跑去找罗德里格他爸争论 然后吵一吵吵一吵 他就赏了罗德里格他爸一巴掌 然后罗德里格他爸年纪因为比较大了 所以说就没有力气还手 所以回到家中 他就告诉他儿子 他自己挨的这把巴掌 就是多么的耻辱这样子 他就叫他儿子去就是帮他报仇 罗德里格就很挣扎 因为他是他女朋友的爸爸 然后但是最后就是 他还是就是决定要为了自己家族的荣誉 去找他女朋友的爸爸决斗 然后就杀死了他 然后施梅娜听到的时候就一直哭一直哭 跑去找国王要他就是处死罗德里格 就是他男朋友 但他一回到家就发现 却发现就是罗德里格其实就拿着 拿着剑请求施梅娜要就是杀死他 但施梅娜其实内心还是十分矛盾 因为他他其实还是很爱他 他就无法下手 这个时候西班牙的敌人摩尔人 在夜间入侵了国家 罗德里格就便奉命带领着军队去出征 最后罗德里格就是成功的战胜了摩尔人 还俘虏了对方的两个国王 然后这两个国王就称罗德里格为西德 在他们的语言就是君王的意思 然后西班牙的国王 国王看到罗德里格就是这么英勇 然后帮国家付出还打了胜仗 当然就很开心 他就不能他总不能处死 才刚救回国家的人啊 他就他就劝施梅娜就不要不要复仇 你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但施梅娜最后还是不肯 国王就安排了罗德里格 和另外一名骑士决斗 谁赢了就可以取施梅娜为妻 最后罗德里格就赢了 然后施梅娜就放弃复仇 同意和罗德里格结婚 然后虽然西德这部作品 在当时就是获得了成功 但是因为这出戏不是很严谨的遵守 新古典主义的原则 在当时受到了一些批评 然后罗德里格在24小时内 就是从就是杀死别人的爸爸 到打赢胜仗 然后施梅娜也在就是 就是在24小时内 就是原谅了就是杀死父亲的 杀死自己父亲的罗德里格 就是在这方面也是就是失去了 就是真实感 然后除此之外 这出戏也是就是因为她悲喜交加 而且剧中也有就是另外一个次要的情节 就是有一个西班牙公主会出现 然后说自己很仰慕罗德里格 等等的 然后就是在当时受到批评 她的作品就是多取自 就是真实的历史故事 然后她认为就是 任何人都可以当悲剧的主角 只要她有就是 兼定高尚的性格 并不局限于就是她是不是贵族 然后主角会为了就是 道德理想或是国家荣誉 因为高乃伊所处的法国时代 她正就是积极的加强中央极权 所以在她的剧本中也会看到 就是她赞扬君主王权 然后主角常会在 效忠国家的这个原则下行动 对 然后报告到此 谢谢 好 大家好 我是G105集44号的张欣宜 然后我要介绍的是 法国文艺复兴的作品 然后我就挑了莫里埃的伟君子 然后 然后伟君子是莫里埃在1664年到1996年 创作出来的剧本 1699年 1664到1669年 创作出来的剧本 然后当时的社会上面就有一个 天主教教会组织 就是圣体会 然后这本剧本主要就是在讽刺圣体会的 然后我简单介绍一下圣体会 圣体会成立于1627年 然后组织成员就遍布全国 包括上层人是达官贵族和一些 达官贵人跟一些贵族 然后他们幕后支持者 是路易十四的母亲 然后他这个圣体会表面上从事慈善事业 但实际上是宗教谍报机关 也就是对抗一些异教徒 还有无神论者 还有一些自由思想分子 然后圣体会他们就会指派一些成员 伪装成千层的教士 然后就充当教徒所谓一些良心导师 然后他们就是会潜入他们家里 然后赤淡他们眼形 你看有没有一些就是自由思想的言论 或者是行为 然后剧中的塔尔托夫就是讽刺圣体会的这些行为 然后他在五年内被禁演了两次 然后上了三份成情书 大家我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他第一次演出是在1664年5月12日 然后他上演了三次之后呢 就是圣体会的成员 就是以否定宗教这个原因 然后就要求路易十四的母亲出面要求禁演 然后在同年八月 莫里爱就上了第一份成情书 然后也把这一出去原本三幕改成五幕 然后来在1666年 路易十四的母亲去世 然后隔年就是路易十四也同意 让莫里爱这一出剧再次上演 然后在1667年8月5日 就是再次上演的时候 最高法院院长就在隔天 然后又下令禁演 然后这时候路易十四在国外 然后莫里爱就写了第二份成情书 然后就派人送到路易十四所在的城市 但是国王就是按兵按兵不动 然后就把这件事情拖了下来 然后在1669年1月 路易十四和罗马教皇克雷曼九世 他们就决定缔结教会和平条约 然后那个教会纷争就是暂时缓了下来 然后圣体会也不得不收敛一点 然后莫里爱就抓准时机上了第三次的成情书 然后在1669年2月5日当天 就是教会和平条约签订的当天 伟君子再次正式上演 然后后来也成为法兰西剧院上演次数最多的剧本 然后接下来我介绍一下人物 剧中人物 然后第1个是Orgon Orgon就是整在这处剧里的一家之主 对然后Tartuff就是主角 他是Tartuff就是这处剧的主角 他的这个名字翻译出来就是骗子的意思 然后Valair是那个Orgon的女儿 然后马里安娜是这个 然后马里安娜是Orgon的女儿 然后Valair是跟马里安娜相爱 对然后他们也在Orgon的同意下已经签了婚约 然后后来对等一下我再介绍故事内容 然后还有一个Madame Parnell 就是Orgon的母亲 然后再Emer是Orgon的妻子 然后Doreena是照顾马里安娜的仆人 然后再来是Klanta是那个Emer的哥哥 然后Dameas是Orgon的儿子 对然后这张图就是等一下我 对我先介绍故事 故事 故事就是那个Orgon呢在教堂里 遇到落魄潦倒的 等我一下喔 对 故事内容就是Orgon在教堂里面遇到穷困潦倒的Tartuf 然后他就把他收留 就收留Tartuf 然后Tartuf就是受了 就受Orgon家照顾 然后还不懂的 就是在他家里就作威作福 把自己当成那个发号使领的人一样 然后看在Orgon的眼里就觉得 哦,他是在为他的家人好 然后 所以 Tartuf很受Orgon和 他的妈妈就是Madame Parnett的环心 就他很讨他们两个的喜爱 但是他家里的其他成员 就是都不喜欢Tartuf 然后在这一出戏里的开场呢 就是家里的其他成员 就包括 Edmere Marianna Dorena 跟Diamis 還有Criante 跟Madame Parnett 争论Tartuf的为人 对,这也被哥德尔称为最伟大和最好的开场 因为他 主角没有出现 但是他就从 这些人物的对话里面 介绍了每个人的个性 然后也 也 也表现出Tartuf的为人 即使Tartuf没有出现在这个开 好,那我举几个例子好了 像Doreen Doreen他是仆人 但是因为他年纪比较 就是在这间家里服了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他也比较勇于发言 就算他是一个仆人 然后再来一个例子 比如说是Criante 没有给我例子啦 你怎么说他是一个勇于发言的人 好,等我一下 他勇于跟主人争辩 那我举几个在开场的例子 好,比如说 比如说在那个 比如说在Bernet说 就是在一直在讲 Tartuf有多好的时候呢 那个 到 到 Madame Parnet Madame Parnet 说Tartuf好的时候呢 到 Doreen Doreen 就会说 他在你心上是一位圣人 其实啊,他的一举一动 全是做给人看的 对 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再来就是 Clienter 他是 他也表现出Clienter 是一个知识分子 对 我举个例子 就是在 也是在开场的时候呢 那个 Bernet 他在跟Bernet 对话的时候 他就 Bernet就说 他就说 旧老爷 我很看重您 爱您 尊敬您 幻碎这么说 不过我要是我儿子啊 他丈夫啊 我会再三请求你 别动我们的人 经常 你经常宣讲一些过日子的格言 可是这些格言啊 正人君子就听不得 我对你 把话说得很 有些直率 不过我就是这种直同直脾气 心里有什么 就说什么 那从这 这一句台词里面 就看了出 他其实是一个很有知识分子 很有知识的人 然后 Parnet 也很尊敬他 但是 他就是太相信 Tartuff Parnet是尊敬谁 就很敬重 那个 Doreen 不是不是Doreen 是那个Creator 他是 他是说他很敬重 Creator 就是他很敬重 Creator 很有知识 然后 对 但是他就太相信 Tartuff 所以就是 就是说他讲的格言 都 Madam Parnet 说Creator 很有知识 然后就很敬重他 那你今天在讲Doreen 还是讲Doreen 诶 我现在在讲Creator 谢谢老师 然后 对 对 然后 所以这就是 他的开场部分 就是 非常好的一个开场 然后我就 对 嗯 就是他 就是他 他 好好好 那我接下去讲 就是 Argon 也是 后来就是Argon 希望 他的女儿Marianna 可以嫁给Tartuff 然后 就藉由这个Tartuff 然后Tartuff 就希望Tartuff 可以藉由这个婚姻关系 成为他家里的一员 然后呢 可是 Marianna跟Valiel 是互相相爱 而且 也在Argon 之前 就已经有答应 让他们结婚 就已经有了婚约 但是Argon 又反悔 希望让他嫁给Tartuff Tartuff Tartuff 对 然后 他的妈妈 就是 Emile 就希望有情人 可以忠诚眷属 然后他就私下约了Tartuff 然后 希望可以说服Tartuff 让他们 就是可以结婚 可以成全他们 然后Tartuff 却借这个机会 向Emile告白 对 他其实就对Emile 很有好感 这样子 然后 这个告白的过程 就被他的儿子Demace 偷听 然后就发现了 然后Demace 就 就 要告发 将这件事情告发出来 让他父亲知道Tartuff 是怎样的人 但是 因为他父亲Argon 就很相信Tartuff 然后就认为他的儿子 是在污蔑Tartuff 然后就把他的儿子赶出家门 然后还取消他的遗产继承权 然后将他的遗产 转到Tartuff的名下 然后呢 他的妻子就是Emile呢 就 就是 还是希望 帮帮他的儿子女儿们 揭发Tartuff的真面目 所以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叫Argon藏在桌底下 然后让Argon亲耳听到 他跟Tartuff之间的对话 然后在藏在桌底下的过程当中 然后Argon就发现 Tartuff在 他妻子讲了一些 很不礼貌的话 比如说要他 搞外跟Tartuff在一起 这样子 还有一些就是Tartuff 还有提到 就是 他对 他对Emile说Argon 只是被Tartuff牵着鼻子走的人 这样子 对 Argon就对 就很生气 然后就想要把Tartuff赶走 但是Tartuff呢 他就说 现在你的遗产都是我的 所以这间家也是我的 反而叫Argon全家人都搬走 财产 财产转到Argon的名下 对 不是遗产 是财 对 是财产 对 是财产 然后他就 他就说 财产都是我的 所以这间家也是我的 所以你们要搬出去 然后还到国王那里告发Argon 握藏了一个政治秘密文件 小箱子 这样 然后呢 呃 这个秘密是Argon在对Tartuff很信任的时候 告诉他的一个秘密 然后可是国王其实对Tartuff早就有察觉 然后到最后 国王就是赦免了Argon握藏秘密的罪 然后判Tartuff入狱 然后到 到最后呢Argon也成全了女儿的婚事 对 故事内容 就是这样 然后接下去 啊对 然后这张图片呢 就是 桌底下的 就是Argon 就是他常在桌底下 听他们的对话 然后这个就是Tartuff 然后这个就是他的 Argon的妻子 Emile 对 然后接下去 就是伟君子 在新古典主义上的 的 特色 对 他遵守三玉律 他在同一个地点 也就是在Argon的家里 也在24小时内 就是完成了一整个故事的发展 然后也以同一故事主线 就是以Tartuff的虚伪展开了 这整个故事 然后他也符合了五幕的形式 我刚刚有提到 就是他把三幕改成了五幕 对 然后再来就是 他有打破悲喜剧不能交错的法则 啊那个 悲喜剧法则 我稍微提一下就是 他悲剧就是 有各种各样不幸的事情 比如说女儿 他 他 反悔不让女儿嫁给 嫁给 Claire 啊不 那个 嫁给 Valette 然后还把儿子赶出家门 然后又要 又 又遇到Tartuff 要把全家赶走 然后还差点 因为政治秘密入狱 这样子 然后到最后 才 因为国王赦免才解决所有问题 然后这就是 最后一项就是 他赞美和拥护王权 就是 呃就是 歌颂绝对往前 然后这是他另外一个特点 对 然后我的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 五点 还没啦 还没吗 47分 呃 好我要报告的是 我是丁福宽 然后105集的35号 然后报告的是 法国的巨作家 文艺附近的巨作家拉欣 然后讲一下他的生平 拼错字了 拼错字了 拼错了 sorry 好 然后他 我要讲一下他的生平 他自幼父母双亡 然后是笃姓 由笃姓懒生教派的主父母 跟担任修女的舅妈抚养长大的 那懒生教派呢 当时他的内容主要 他是由 荷兰教士高难律懒生 所宣扬的一个教派 然后他的内容大概是 人类无法拯救自我 唯有上帝的选民才能得救 所以他们 他们的 呃 而当上帝选民的方式呢 就是要遵守教规 然后采取清修 禁修的方式 对 然后他在十岁的时候呢 因为舅妈的关系 然后进入秀道院念书 然后开始对希腊文学 有广泛的涉猎跟钻研 然后他最喜欢读 Euripides跟Sopheles的悲剧 然后他的悲剧的写作手法呢 也有史 就是有学习到这样子 然后呢 他在十九岁的时候呢 到巴黎的大学念念书 然后主公哲学这样子 然后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呢 他写了一首 塞纳和仙女的诗 然后 赞颂路易十四的婚姻这样子 然后也因为这首诗 声名剑起 然后 声名剑起这样 然后二十四岁的时候呢 他写了宋武王康复等宋 就是赞美路易十四的诗 然后得到路易十四的青睐 然后他得到了 还得到了宫廷 当时会颁发 就是创作金这样子 然后他踏上专业的写作 写作路程 然后呢 他在二十四岁的时候 跟莫里埃交好 那为什么跟莫里埃交好呢 就是他当时啊 他就写很多戏 然后给莫里埃 就是想要给莫里埃演 因为当时莫里埃是 就是熟悉导演这样子 然后 但是莫里埃其实 他是就是 就是 钢子很有名的戏剧 就是戏剧家这样 对 然后 然后他就是写很多很多戏给他 但是莫里埃都 退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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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莫里埃呢 就是鼓励 就是 退稿这件事 没有让他们两个的感情深变 因为莫里埃在 莫里埃有演他的戏爱 后来会讲 我现在讲友好的关系 就是友好的关系 对对对对 就是他们 然后莫里埃就会鼓励他这样子 然后呢 终于呢 在他二十五岁的时候 莫里埃扮演他的第一部作品 就是戴巴特这个剧本 然后再 然后 但是之后呢 他又跟莫里埃交恶了 这样 然后 交恶原因是因为呢 呃 第一个是 他嫌弃莫里埃的 那个 剧团的表演上的缺点 因为 当时莫里埃的剧团主要是演喜剧 然后他的喜剧就是定型化的角色 对 然后 第二点呢 第二点呢 呃 第二点是他 当时的 剧作的演出是有所谓的 那个 就是 类似演出圈这样子 然后 当时呢 他把这个圈呢 先给了莫里埃演 就亚历山上这部戏 给莫里埃演 但是他私底下 要把他转卖给另外一个 叫 柏梗劇院的 劇团的地方 对 然后第三点呢 是他带走了当时 就是 拉辛他带走他的情人 也就是 一个叫做 派尔克的人 然后派尔克是莫里埃剧团的 算是 当家花 就是当家花蛋 就是首席名林这样子 对 然后他们因此交恶了 然后呢 在28岁的时候 呃 呃 呃 昂多玛格 就是这出戏呢 在巴黎引发了大轰动 然后 奠定法国时尚的地位 那为什么引发大轰动呢 因为 这出戏在当时是大胆创新的 因为 他是处理 就是 炙热爱情所酿成无法造 挽回的悲剧 然后是处理爱情 然后 呃 被爱情或野心引发到溃题的主题 这样子 对 然后 他在34岁的时候呢 因为当时是保守 他不像现在是写很辛辣的东西 就是 这边他有一些 像昂多玛格是 他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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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我 我可以讲一下昂多玛格的故事 给大家听吗 好 我讲 好 我讲一下 对 我找一下 好 昂多玛的故事就是呢 有一位国王呢 他 呃 一位国王 叫做贝里斯 然后杀死了特洛伊的一个主将 叫厄克多 那厄克多 他留下了他的妻子 叫 他还不认识Hector Hector Hector Hector是谁 Hector Hector 然後 他就想要占有他的 就是这个国王呢 他想要占有他的妻子 叫做昂多玛格 就是这一齣系的剧名 这样子 然后在此同时呢 他还 就是这个国王 他原本有跟另外一个女生 叫做艾莎娜 有 有婚约这样子 他想暗中取消这个婚约 那于是呢 呃 然后 在此同时呢 希腊的代表 那有婚约的人 那个人 叫做Hermione Hermione 就是艾莎娜 就是艾莎娜 哦 妙利 妙利 对不起 妙利 她的名字从哪来的啊 好 对 然后希腊的代表呢 就派 希腊代表就是奥赖斯特 就到这个地方来 就是要索取 就是 就是 安多玛格的孩子 因为要斩草除根 这样子 然后 贝里斯呢 他先拒绝了 就是希腊这边的 请求 然后另外一方面 又威胁安多玛格 说 如果你不嫁给我 就把你儿子杀掉 这样子 然后安多玛格一开始先 呃 安多玛格他 假装要 呃 他 假装 他答应了 就是 贝里斯的求婚 因为他在结婚之后 他想要自杀 这样子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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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莎娜呢 在此同时呢 就是妙力 他在此同时都得知 就是他的老公是 那个 贝里斯想要安多玛格 所以他又派 这个希腊代表 就是 就是那个 来 来 奥赖斯特 去杀了那个 贝里斯 但是 贝里斯就被杀掉 对不对 然后所以 然后妙力呢 就是 他被杀了 他被杀了之后 妙力就痛不一声 然后也自杀了 因为他太过悲痛 所以也自杀了 然后 所以他看到妙力死掉 他也发疯了 然后 所以最后呢 就是悲惨结局 就是 所以最后就是 昂多玛格当上的 国王这样子 所以这是他的故事 对 蛤 就是 他的孩子就变国王这样 对 对 然后他在 34岁的时候呢 他当选了法兰西学院的院士 那法兰西学院呢 他当时的 当时的 就是 呃 作用是 他是建立 文学的原则跟方法 然后跟法国 国语的规则 对 然后35岁呢 他发表了 Evgenia这个剧本呢 当时路易十四打 胜仗 然后此出信呢 被 被选了群演上的表演 然后大出名 然后拉欣的 名声就盖过当时的 另外一个悲剧作家 高乃伊 对 然后38岁的时候呢 他发表了 那个 等下我要讲的 费德拉的这个剧本呢 然后却被 就是 贵族 当时的保守贵族认为 友商风化 然后就是 就是他们当时就是用计啊 就是 他们把拉欣 费德拉的场次 所有的票都买光 然后只留下一个观众 就是给他道贺财 这样子 然后这件事呢 深深的打击 蛤 贺道财 贺道财 sorry 贺道财 贺道财 对 然后就是 因为这件事呢 拉欣就是非常的失望 难过 然后 所以 所以 当时 他就放弃 他是弃笔 他都不再写作 这样 对 然后同年他还被 路易十四 选去当使官 然后做管去了 然后 直到他五十岁的时候呢 才 路易十四 才 因为路易十四的情妇 开始写剧作 但是都写一些宗教剧 然后也一直跟懒生教派 重新就好 就是他 当初在写作的时候 其实有跟懒 第二任老婆 第二任老婆 对 对 对不起 对不起 因为资料这边是写 那个情妇 对 对 然后就是 写一些宗教剧 然后他 他之前在写 就是他在年轻的时候 写作 他有跟懒生教派 就是交恶 因为懒生教派 是反对文艺創作的 对 然后他因为写这些宗教剧 之后 他才跟懒生教派 重修就好 对 然后六十岁的时候 好 然后 我要讲一下他的剧作 废德拉 对 然后他来自神话传说 然后 他是改编自 Euripides的 Hippolytus 这个剧本 然后我要讲一下 他的神话传说 那神话传说就是 Hippolytus 他就像 那个Ultimus 就是贞结女神 他就跟他说 他永远都效忠他 他不会谈恋爱 不会亲近女人 然后他这些话呢 就被 艾神给 听见了 然后艾神就非常生气 他觉得 怎么可以 有人就是 不为爱情着迷 这样子 于是他就算是 就是 让爱的 他爸爸叫铁修斯 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 就是失踪 这样子 所以废德拉就是 趁机就向 Hippolytus告白 但是 Hippolytus就是 拒绝了 然后Hippolytus宣誓 他不会告诉任何人 然后但是 之后铁修斯回来了 然后废德拉就是 废德拉就是 因为告白之后就是很 就是 心神不宁 就是很不安 这样子 然后所以他就自杀 然后在自杀的时候 他自己被抬出来 他手上有一封信 然后这封信呢 就是 告 就诬陷了 Hippolytus强奸了他 这样子 然后铁修斯呢 就是 知道之后就很生气 然后就叫 就是当时海神 有给他三个愿望 然后他就把其中一个愿望 就是 要阻挡他自己儿子死掉 然后Hippolytus 他当时就要出外去打猎 然后打猎的路上呢 就是突然出现一只大海怪 然后他的马匹就被大海怪 惊吓到 然后他的车就整个翻 翻了 就是 算是翻车这样子 然后他就被 他就被他的马 拖行 拖拖拖拖拖 然后拖行而死这样子 对 这是神话故事 对 然后 我要讲一下 到 拉欣这边 他怎么样 改写 那 就是拉欣他就取消了神的部分 他就直接是从 就是 因为 呃 他是从就是 那个Hippolytus 他要离开城市 然后 铁修斯他很久没有回来这样子 对 然后 Fate他因为铁修斯没有回来嘛 就要去跟 就是很心理很挣扎 然后就是身体就变得很不好 然后他的奶妈 就叫伊隆 伊隆就问他说 你到底怎么了 你到底怎么了 然后 Fate他就是在 在就是 呃 就一直被问 一直被问 然后最后就是跟他坦白说 他爱上了Hippolytus 然后 在他跟 伊隆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有一个传令兵就回来说 鐵修斯不是失踪 而是死掉了 对 然后 伊隆就趁机就跟 呃 就是奶妈 呃 奶妈就趁机跟 Fate他说 你去跟他告白嘛 反正那个 鐵修斯都死掉了 这样子 对 然后Fate他就是 就 跑去跟那个 Hippolytus告白 但是在 他跟Hippolytus告白之前呢 Hippolytus先向另外一位 雅典王族的公主告白了 对 就是Hippolytus他爱上的是另外一位 呃 公主这样子 然后所以理所当然的 Fate他来跟他告白的时候 就是 Hippolytus就拒绝了他 然后 他拒绝了他 所以Fate他就是要抢他身上的剑 然后 抢他身上的剑就是要自杀 但是没有成功反而把剑拿走了 然后那个剑也成为之后的证据 对 然后 告白完了之后呢 他爸爸鐵修斯就突然又回来了 就是生还 其实生还回来了 然后 他一回来的时候他就看 他就看 大家的脸色都不对 就是 不管是Fate他脸色啊 或者是 他儿子Hippolytus的脸色都不对 然后于是呢 他就去追查这件事情 然后 然后Fate他因为 铁修斯回来嘛 所以就病更重了 然后此时呢 伊隆就是 怕这件事揭穿 所以伊隆他就先发誌的 他就 这个奶妈就先去跟铁修斯告状 然后铁修斯听了之后非常生气 然后 他就找了Hippolytus来 他就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为什么要 对你的后母做这种 不合伦理的事情 就是爱上自己的后母 什么之类的 那铁修斯当然 牙口莫辨 因为箭在 因为那把箭啊 被Fate他拿走 所以那把箭就是证据 这样子 然后所以 那个铁修斯就叫 那个Hippolytus滚 这样子 叫他滚之后呢 他就叫了海神 就跟刚刚的剧情一样 就叫海神 就要 给他儿子 点颜色瞧瞧 对 然后他儿子就 跟那个爱丽丝 就是 前面 就是跟那个公主说我要走了 然后就是算告别这样子 然后他就离开城市之后呢 就跟刚刚的剧情一样 就是海怪就突然出现了 但在剧中海怪这部分 他没有讲 他是用一个传令 传令病的方式呈现出来的 然后他就说就是 是 对对 然后他就说就是 一样海怪出现 然后马车翻覆 然后被拖刑而死 这样子 然后最后呢 Fate他就是 出来 Fate他就是因为 Hippolytus死掉 对不对 他就出来 跟铁修斯讲 真正事情的经过 然后讲完之后 就毒发 然后自杀身亡了 然后就是这整部戏 这样 好 然后他这出戏呢 他是符合新古典主义的 他是符合三一律的 因为他的剧情呢 是从 呃 他的剧情第一个时间 他的 他的时间 从铁修斯被误传到铁修斯 回到宫中 前后只有几个小时 然后他的舞台呢 第二个是地点 他的舞台 始终是特洛星的网工 然后剧情的主线 都是围绕在 Fate要对Hippolytus的爱 然后他是五幕剧 然后他的逼正的观念是来自于 他删除了 原作中神的部分 然后海外袭击Hippolytus的部分 改到墓外发生 就是 他藉由传令的方式 讲出来 然后合一性 呃 他本来呢 在原本的剧本 就是 Urippolytus这个剧本的 Hippolytus的故事中呢 是 是那个 Fate自己用 自己写信 告诉 告诉国王说 那个 是Hippolytus强暴了他 但是 在这一部戏呢 他认为 一个贵族 就是 Fate是一个贵族 他不会做这种 就是去告发 去 去 说别人坏话的事情 他认为那是 不符合贵族的身份地位的 所以他是由 Eno 就是他的奶妈 去告发这件事的 对 然后这就是 就是他被 Hippolytus被 拖行而死的场景 对 就是海怪 这边是海怪 然后他的 这是海怪 然后这是他的马 然后他跌落 这样子 对 然后 这来是拉欣 他的写作风格 第一个是他写的 主要是 角色的内心冲突 就像刚刚讲的 呃 他 就是我讲 废得拉他的内心冲突 第一个是他坦白 就是他向 殷隆坦白这件事情 然后接下来是 他得知了 得知了 那个 呃 Hippolytus 跟那个 呃 那个 另外一位 另外一位公主 爱丽丝的恋爱之后 他转为嫉妒 然后嫉妒之后 他去指控 指控了 那个 他 然后嫉妒 然后指控 然后接下来是 他得知Hippolytus死掉之后 所 然后的悲伤 这是他的内心冲突 然后 然后第二个是他致命 就是他会写致命的爱情 然后呢 就是人物往往会受到情欲的支配 丧失理性 走上自我毁灭之路 遭到天神 处罚 这样子 然后这也跟他是 懒生教派 就是从小是懒生教派 有原因 就是 因为懒生教派是信 就是 就是 人定 那个 信那个 上帝的选民才能得救这件事情 然后接下来是 诗歌的存话 然后第一个是 呃 典雅的潜词用词 就是 诶 就是他有些地方 就是他不会用很直接的名词去讲 比如说死亡 他会说死亡之物 然后 呃 女生的说明他会说什么 被女子脱下的什么 美女子脱下的衣物 他不会用很直接的方式去描写 对 然后再来是 抽象名词的拟人化 他会用比方说 泪水战胜了 名声言顺的悔恨 或者是 呃 一个轻轻的惩罚 就足以 燃烧他的情欲 之类的 就是他用一些 拟人化的东西去取代 原本抽象的名词 对 然后这是我的才好指標 谢谢大家